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初禅 苗香微微离忠天 至高日 此风荡荡 整大地之春泪 洒干露 欲曾行观地湖 欲杀劫 旧结印 无缘补偿 如来树 屋檐之光明 荣慧作 无师之佛 上来风味参加 一览三心大悲 观音道场小道乐 报恩法会众等秀宗 慈悲道场禅法 尽当地无权力送云中 众寻墙壁 其无德之高流 苍无天之妙 相浪无方 知真相殿 无方之回去 其灿云 花飞无色 共转了为 请先礼佛 消欲窝 多观诵尽 所公义得 现身回下 佛菩提兰 佛菩子 走法皆出生疏离 众为求缠 参加一览 三心大悲 观音道场 小道乐 报恩法会众等 尊长为缠之醉苟 即为吉之身阴 付愿无云 知云 自空无衰 之相不邪 无根无理而去 主无改无常 以笑容发明无宗此心花 此手无知之情节 春眷处喜五乎 以贤政过去宗情 得无名之陈旧 明莫有成 之泪苦乱 昔耳光真仆情 不愁自对 自渡愿也接耳 同身三道 愿得慰问回国 喜喜也过难处一阳余子了 聪聪秋雨常会 联粮风阳龙山O虔窝广能 behavioral thick space 聆 softly 聪明 聪聪酸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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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 请正菩萨感身低 常温举主罪化悲 别灶缘禅 遮罪 消灾 来征服归 多佛神道地 荣花残悔 愿相逢 荣花残悔 愿相逢 荣花残悔 愿相逢 荣花残悔 佛神道地 荣花残悔 愿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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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012-001-195-679 护植护生、放生、超度、婴生、卫生胎儿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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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接下来第六个二世 第六个 富有二世 一者为求菩提道受大苦恼 为求菩提道 这是说 为了要完成我们的菩萨道 为了要我们 为了要完成菩萨道 为了要完成菩提的事业 可以接受一些苦恼的事情 要有意义的去接受大苦恼 你不要做那种无意义的 毫无意义的去接受一些苦恼 没有必要 有些事情可以讲清楚 说明白的就讲一讲说一说 那有些事情没有办法去解释的 那个就把它担待起来 所以受苦呢 受些苦恼必须要有意义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要有智慧 那二者呢 为得无量大利益事 这个都是法菩提心的一种态度 为得无量 什么无量呢 什么东西无量呢 这里有没有很具体的讲 有没有说什么东西很无量 要让自己的身份提升 要让自己的地位提升 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所讲的嘛 我们看看我们今生怎么样 如果不怎么样的话 那我们就要让自己能够提升 提升自己的身份 菩萨应该这样子做 提升自己的地位 菩萨应该这么做 要提升自己的禅定 菩萨也该这么做 菩萨也要自己提升自己的忍耐力 这各方面都是自己要去提升 那到底要怎么提升 还是前面的那一段话 就是行六度 就是行六度 就没有其他的 就是行六度 那可以去帮助人家的事情呢 尽可能的去帮助人家 为什么师父一直在提说 帮助人家帮助人家帮助人家 因为发菩提心 你不帮助人家 你要帮助谁 所以发菩提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尽可能的去帮助人家 而且不要存有那种宗教的那个界尾 不要有那个宗教的那个界线 这个是师父也一直在提醒大家的 因为 我们可以帮助的对象 不是只有出现在佛门而已 受苦的人也不一定是在佛门 很多受苦的人是在佛门之外的 而且是绝大多数都在佛门之外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去跟这些人结缘 尽可能的 好 那后面说 富有二事 一者过去 这是第七个 一者过去 未来横杀诸佛 皆如我身 这句话读起来会不会怪怪的 是不是应该要反过来 我身 我身 应该是 但愿我身皆如过去 未来横杀诸佛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读 这个是在讲说 我们自己现在还没有成佛 希望自己将来成佛的时候 是跟过去无量诸佛是一样 同样的设身 都同样具备三十二项 具备八十种随心好 或者是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的时候来看 也就是说 过去诸佛 未成佛的时候 跟我们这个设身 是一样的 可以用这两个方式来看待 也就是说 过去诸佛 在修行 出发心的时候 其实是跟我们在座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翻翻恼恼的 苦苦恼恼的 所以今天里面也提到 佛在微笑的时候 曾经其中一件事情 佛微笑 没有事情的时候 佛不会笑 所以佛笑的时候 阿难尊者曾经问过 佛为什么会笑 佛在笑说 我自己 在过去的时候 当阿猫阿狗 当那个蟑螂蜘蛛 当老鼠 还到地狱里面受苦 然后还变成恶鬼 然后变成畜生 然后到天上 下次又掉下来 结果我今天 我曾等正觉 偷笑一下 世尊的微笑 真的是发自于 这样子的一个观察 这样子的一个观察 是说 佛是这样子的一个过来 当世尊在看待大家的时候 也许现在 还没有办法 跟世尊一样 但是世尊在看待这件事情 世尊知道说 每一个凡夫众生 将来所经历的过程 都可能跟世尊他一样 将来也都可能成就佛道 所以世尊是在 看这一个过程 看了之后 看到众生 也有机会 所以才微笑 所以 世尊在看待事情 就是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看到别人 在受苦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 哎呀 你看这样 那不知道过去做多败 不是呢 世尊在看众生 在看自己的时候 是一样 如果换成是我的话 我以前一定是比他糟 我也是这样子 这样子过来的 所以 佛菩萨在看待事情的时候 跟我们在看待事情 是结论不同 所以当我们看到人家 在做一些 比较不如法的事情 或者在做一些 比较不恰当的事情 我们去想一想 自己的 我们是不是也情境这样 而不是只有 只有嘲讽 或者是轻视 这种心情其实是不应该 这种只是增加 自己的一些残忽而已 所以自己在持戒的时候 自己持戒亲近 不要看待别人 没有办法持戒的人 所以自己在如法的时候 也不要去看别人不如法 因为毕竟自己都还在学习 好 那第二呢 二者 身观菩提 是可得法 是故发心 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在 发菩提心的时候 同时我们也要去观察一下 这个菩提心 发了这种菩提心 到底能不能成就呢 进一步的去观察 深细的去观察之后 过去诸佛 跟我现在一样 我现在也跟过去诸佛一样 所以既然诸佛可以 那我也可以 所以从那个地方去观察呢 就可以产生自己的信心 这样子观察自己 我们都有办法成就佛道 所以这样子发心 好 富有二世 这是第八个 一者呢 观六住 人 虽有转心 由圣一切身闻 圆绝 这个 这个 六住 我们之前在谈什么 有谈到退转 有谈到退转 所以这里说 观六住人 虽有转心 也就是谈 信不退 还是位不退 还是正不退 还是行不退 是在谈位不退 这里的位不退呢 是在谈什么呢 是在谈菩提心 不会退 也就是说 到了第七住之后呢 不会再退失自己 行菩萨道的这种菩提心 那六住以后的人的发心呢 他还会再退转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虽然有发菩提心 但是只要还不到第七住的时候 我们都还有可能退 但是这里说 人家虽然到第六住的人 还有退转心 但是他还有前进的机会 也就是 会趋向菩提 所以这句话说 由圣一切身文跟圆绝 因为毕竟他还是发菩提心 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样 我们现在也是发菩提心 但是我们连第六住都还没有到 但是退了之后呢 还是会再往前走 好 那这里的转心呢 是指 一些 不恰当的一些行为 但是如果说 我们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苦恼 或者一些跟境界 产生一些染污的一些行为的时候 多去留意自己的守护 多去留意自己的菩提心 今天里面曾经这样子提过 一个违反 违反根本界的人 一个违反根本界的人 他有的时候 他的发心 比一个恶圣人 圣文人 还要来得好 听得明白这句话吗 这一个人 违反重大 重大戒犯的人 这个人发菩提心 但是不代表他的身口意是亲近的 虽然恶圣人 他身口意是亲近的 但是他没有发菩提心 那就菩提心这件事来看的话 以发菩提心 他的发菩提心 发出来的 虽然这个人是凡夫心 但是 他的发菩提心 还是超越过恶圣人 所以这一堂课重点是在告诉大家 我们不要认为说 我们自己有一些 有一些戒律的违反 然后我们就自己产生一些 一些心里面有一些什么 感到惶恐不安啊 或者是怎么样 惶恐不安 忏悔完之后 自己本身自己的心情 要去调整一下 至少我的菩提心还守护住 即便我将来堕在畜生恶鬼地狱 但是至少我那个菩提心 菩提宗使还在 所以不要太担心说 我将来会落三二道还是怎么样 我不是告诉大家犯戒啊 你们犯了戒之后 你们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安慰自己 是不是说那没关系啊 犯了戒之后 反正只要菩提心还在 那我就算是那个 去出生道转一下 恶鬼到地狱转一下 那我还会有菩提心 最好不要啦 因为那个转下去之后 会成什么样子 那个 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再转出来 最好是不要 好 那这里是在强调说 发菩提心呢 这样子的一个人 虽然他有退转 就是说他有造了一些非法业 但是呢 光是他的发心呢 由善一切身闻跟圆绝 好 那二者呢 情心求所无上果固 这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必须要 努力精进啊 既然发的心呢 就要不断的去行持 我们也都听过有一句话说 叫做 三分天分 七分努力 三分的天分 七分的努力 这句话应该大家都不陌生 很简单的意思嘛 我们的天分也许不如人家 但是 我们可以多一分的努力 那如果说我们本身的天分 已经输给人家 然后又 不愿意 比一般人来的努力的话 那 那要再增上的话 那根本就是难上加难 所以既然知道自己的程度 已经不如人家 自己要多再下一番的功夫 不要爱声叹气 对一个修道人来讲的话 爱声叹气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包括贪生怕死也是一样 包括贪生怕死 贪生怕死也不会帮助你说 因为我害怕 所以那个痛 病痛 生死 那个就可以避免 没有 没有这种事情 反而是越担心越害怕 反而是越容易遇到 但是 这一个地方呢 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刚才因为师父提到说 我们当一个菩萨 不要太担心 生死轮回的事情 该担心的是烦恼 该担心的是贪爱 没有贪爱等同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等同没有生死 大家能够分得清楚这样子的一个差别吗 生死是由烦恼而生起的 烦恼是由贪着而来的 所以没有贪爱就等于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就等于没有生死 没有生死等于就是涅槃极境 就是解脱了 不是向上的那个生死轮回 菩萨生死轮回 那个是有生死轮回跟没有生死轮回 那个是一体的 那个是一体的 那个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生死即涅槃 涅槃即生死为什么 因为都是寂静 我们凡夫看两者之间有差别 但是对菩萨来看的话 这两种没什么差别 都是缘起必进空 好那回到刚才所讲的 为什么会说 第二坦课的时候 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是不是在重提说 当一个菩萨不要太担心 生死轮回的事情 但是师傅经常看到有一些人 就是连写个遗嘱的勇气都没有 写遗嘱的勇气都没有 那代表什么 我们还心里面有刮的这些什么 我说师傅你也没得下来 你也不懂什么 你不用说你不用生 我没有得到死了 何况你有的人不用生 师傅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我们学佛叫做绝 是不是应该清清楚楚的 难道对这种生死的事情 难道我们不应该清清楚楚吗 我已经交代好了 我后面是已经交代好了 就是这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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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担心什么 你还有担心什么 写的那一张难道真的会提早往生吗 难道你不写就可以避免生死吗 但是师傅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师傅看到很多人就是 连写个遗嘱的勇气都没有 你当一个菩萨你怎么当 所以我们发菩提心 发了那个菩提心之后 虽然 绕下三颗印 有些人还真有勇气 绕下十二颗 但是呢 不是说这样的发心不好 但是这种发心它到底 有没有从你的皮肉痛当中延伸到你的那个心里面去 到底没有生死在你的心里面 真的燃起一股热情 真的就是 我想要帮助 帮助众生 我想要赶快的 赠得产丁 我想要赶快赠得智慧 那我这些所做的一切都是源自于 我想要帮助众生 有没有这种 有没有这种气魄 不要说这种气魄 难道你连写一个遗嘱说 我这样子怎么做 这种心情都没有 但我不是要逼大家 回去之后 赶快把那个后世交代 你们家里面的人也会吓到 奇怪 听就是听了 我怎么回来了 冠家在写的遗嘱 那也很奇怪 寺到底是跟你说什么 而是说告诉大家 当我们学习佛 是一个决心的一种提升 这种事情安排完之后 是让自己清楚 同时让后面的人明白 让旁边的人明白 这样子做起事情 这样子不是比较理想吗 生死的大事难道你都不用交代一下 你说我很傻脱啊 反正随缘啊 你这个叫随便吧 随缘还是随便 随缘 但你如果说 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的话 那当然就是 反正你可以都不在乎 都不在意那当然是可以 但是总不要让人家 后面的人不好处理事情 因为你的那个随缘 后面的人还真的是 很难幫你处理 那既然这么随缘的话 那你就三言两语写一写 那也不是 那不也是一种随缘吗 为什么随缘就不要交代清楚 为什么随缘就一定 不交代 为什么交代的就不叫随缘 奇怪咧 所以断已经闭起来 没有 师父写了二十几年来 到现在也没什么样 我们都知道因果关系 这跟生死有什么关系 只是说我们现在 把这种事情把它处理好 就是让后面的人好做 是这样子而已啊 就也没有什么嘛 而且自己该怎么样 自己想要发什么样的试验 想要成就什么样的功德 难道我们 我们提供后面的人一点讯息 难道不需要吗 当自己临终的时候自己也知道说 没关系 我已经交代了 我已经交代了 那后面的人要不要做那 随他们的意愿 但是我已经讲了 那讲他们有做 那算我赚到 他们没有做 我也还好 反正就是 我就靠 靠愿力吧 我也不用靠你的业力 对不对 偶尔不用什么 我就自己来 那也可以 所以这是告诉大家 顺便一提的 那当然 有你的考量 那当然也是可以 但是 我是不是讲的就是说 有些事情真的就是弄清楚 讲明白 然后让后面的人可以 可以好做事情一点 好 那回到刚才所讲的 第二呢 二者情心求所 无上菩提 这是必须要努力 才有办法获得的果报 而且 这样子的一个果报 不是普通的果报 这是解脱生死的 所以必须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那之前是不是也大概提提过 当一个修道人 你真的要提升自己的道业的话 你必须要牺牲所有的娱乐 因为这种娱乐是在欲界中才有 这种娱乐在欲界才有